見移民署官員前來關切 男子惱羞成怒 口氣相當不悅 這對夫妻2月出境 小三通返台 本來要接受兩週的居家檢疫 卻在2月6號私自出境 想再有小三通的方式 回到廈門被移民署抓包 兩人各開罰15萬元 共30萬 沒有啊 你們不是要居家檢疫的嗎 你們為什麼也可以 可以要出境 沒想到他們不學乖 解除居家檢疫後 故意跳在追繳金期限內 2月9號再度出境 二人懷疑根本是蓄意 規避罰款 但事後追查50多歲的江信夫妻 家住新北戶籍在台中 名下沒車沒房沒有存款 只有一張保單 根本沒有財產可以扣押 保險公司給我們的回戶是 尚無任何保險幾戶可共執行 也就是說並沒有保險事故發生 夫妻2人生活重心在大陸 早在3年前就將財產全數拖出 目前法務部也只能持續追討 我們會溯源去追查 他往來基農機構 去執行他的銀行存款 以及我們會進一步去研判 未來是不是有可能 什麼時候會有金流入障的可能 但是他們身上背著罰款 怎麼還能到處趴趴走 執行署表示民眾解除居家檢疫 政府就無權管控人民的遷徙自由 未來會再與相關單位延遺縮短 限制出境處分的時間 以免再有人鑽漏洞 規避罰款 記者公佈的李雲杰台中參謀報導